RSI 低于5天平均市 STC 利润发出沽空讯号 早前还未确认 以让%K跌穿了80线 MACD 刚刚发出收市 以至确认牛红公信号形势转淡 两桶三桶形势油 形势是偏淡的短期 互助分析指标DMI 仍然是利好的 先试试 上升轨下降轨如何 这条上升轨重要 应该由这里开始 这条上升轨重要 不可以穿 究竟短期形势是否向下 进一步调整 不过我标题已经说了 中期看它继续反复 再升 可以 最高暂时见过353.4 而这个升浪 跌下来 有两位要看 第一个 就是这个高位前升浪顶 313.8 甚至是16号高位 另外 另外一个位 不是看这些位置 是要量度 这里 这里 就是由 低位 低位是 269 是吧 269 升到高位 353.4 回落0.302倍 这两个跌幅目标是321.16 321.16 再看低点 0.5倍 甚至0.6 18倍 机会小点 311.2 和301.24 大家记住 还有要再看的是 一个 通道 先拿个工具 先拿出来 这个空洞就是有两个很明显的 高位 这个不行 是穿的 先拿一下 不可以由这里 先量度 不可以 cancel 应该由这个 量度到这个 最好 拉不来这个低位 如果 情况差点 可以试上升通道底部支持 小心点 还要小心 这两三个交易日 会不会出现的SAR極点 低位 令到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之中 4个转淡 即是令短期行势 由偏淡 转为向淡 包括这个加通道中逐支持 亦都重要 失手之后 就真的看上升通道底部 就好了 嗯 OK 这个升上 刚才量度了 好 那我们看中期形势 周线图 周线图 我之前跟大家画过的 就是由这个 高位 200 不是 300 67.95 跌下来 208.2 反弹 有一个位置很重要 就是0.618倍量度升风标 是306.93 已经超过了 现在回到来 只要不低 306.93 后市就是 我刚才说的 反复再升 是挑战这个 367.95 的阻力 这个高位阻力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小 很漂亮 甚至企稳这个高位 353.94 就要把目标放高 怎样放高 很简单 移上这个高位 400.75 你就会计算到另一个量度 0.618倍的量度 升风目标是327.1 327.2 你就要把中期的指赞位 推上去327.2 再看上去 看目标就是 400 400元 零抽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就是 一个好两好 三好四好 全部都是 利好的 所以中期可以 看好 就是这样的 反复再升